那是中华民国的吗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有人说中华民国的灭亡 所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中国的 还是第三个 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我们双重国籍 我们也可以搞个什么台湾国之类的 你有想过吗 是台湾人是中国人 可是你问一下高沙族的 各位高沙族的 同胞 你什么时候当过中国人 什么时候当过中国人 你主逃到你们都没当过中国人 中国人什么时候来管过高沙族 就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 更早之前都没有 来看这两个 蔣经国 蔣经国晚年快要死掉的时候 竟然讲我也是台湾人 这句话杀伤力很大 这句话一讲出来了 多少台湾人 认同中华民国的存在 粉业 在看马英九 外台湾 烧成会都是台湾人 马英九也烧成会都是台湾人 你想 恶心到家 为什么 2012年选总统 选总统之前讲的话 那都是一个广告台词而已 听听就好 骗票的 真的是在骗票的 中华民国的存在 对 他是他爸爸 他爸爸 在香港的时候 他当时 他爸爸在香港不知道做什么会 对 对 对 出生后好像几个月之后报回台湾的 所以 你认为那这样算乔生吗 以前香港 香港人来台湾读书叫乔生 都有加分 我告诉你 马英九好像出生两三个月就来台湾了 那这样他也算乔生 真的他算乔生一路加分 拜托 你两三个月你就来了 你就叫乔生 人乔生 他说在那 在外国 读什么国中高中 然后来念大学 这叫乔生 你说这叫乔生 马英九是一路保送的 他真的是 中华民国 一个广告 塑寻出来的人 靠包装塑寻出来的人 真的 他这一种人都可以把台湾 都可以来领导 都可以来领导全台湾 为什么在座各位 我们不能领导全台湾 对不对 来 台湾人是什么人 刚刚那个都错 是这个 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只是说 目前不是 目前好像被中断 被中止 那将来什么时候又恢复 现在要开始 要拿一些 比较历史的东西 上一节课讲的都是 比较近代 比较现在 那一讲以前的 台湾不属于中国 流亡政府的国籍法 在1929年 民国18年 那时候还没来 公布实施 国籍法 并没有包含 台湾澎湖 对啊 那时候还没来 好 那2000年来了没有 2000年来了没有 重新修订国籍法 仍然没有纳入台湾居民 或者安排集体购乱 直到现在 所以中华民国国籍法 不包含 不包含台湾 不包含澎湖 哪有 中华民国 国民党 你不是说 台湾是你的 你怎么不去改一下 你怎么不去改一下 放屁 台湾跟中华民国宪法 来 来到台湾岛 改了这么多次 在1947年还没 他已经来了一些些 来的 36年来的 那时候讲什么 故有疆域不包含台湾 好 那你进来了 对 来 开始改 先动眼看 自己先见 然后到这里 修改7次 我跟你说 修改完到现在 中华民国的领土 都还没有包含台湾澎湖 请问一下 那既然台湾澎湖 不包含中华民国 为什么台湾是你中华民国的 你在讲什么 你逻辑的不通 变啦 变啦 唐山过台湾 对啦 历史上有这样写 那我也相信 真的有中国人来到台湾 但是真的不多 满清政府 统治台湾 213 没有统一的国语 所以讲了 敏南语跟客家化 其实敏南语跟客家化 他不是满清帝国带进来的 是郑成功带进来的 郑成功带进来的 郑成功带了一些人进来 你们这些人会讲 敏南语 那这一区给你管 你就教他敏南语 你们这些人会讲客家语 这一区去给你管 你去讲客家语 就变成敏南人跟客家人 乱七八糟 这是郑成功 民族英雄 对啦 中华民族的英雄 可是对本土台湾人来讲 那个是英雄 来看这个1874年 神保贞说 台湾因为渡台禁令 实施太久 开山浮帆找不到汉人 你还跟我说一堆台湾 一堆中国人来 那你为什么 你神保贞说找不到汉人 那些都去用汉货 平谱厨去用汉货 汉货就变成汉人 你的基因会跟着改吗 各位 那台湾没人去 你要大量兵力来开肯 你看等不到人 大量的台湾 大量的什么中国人来台湾 乱讲话 你们自己都说没有 看一下当时 二次大战 这中国人 我们日本 台湾 你看我们穿的衣服 多高尚 你看昨天那个谁 那个徐格林老师 又给你一圈 多图片 对不对 看了真的很感动 我都不知道 对吧 中华民国都暗闪 他哪跟你讲 像这个小朋友 Koren 我看这里面都躲 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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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 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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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是 这种 二次大战 这种人竟然打出这种人 谁相信 那是因为两颗原子弹 再不是你中国人打赢日本人 对不对 我们都是被人家的 血缘移植 这是沈建德 台湾血统 有空去买 前往二十三年 西部平补族 全面被适信 遗憾的事情是 选族谱 对 所以 陆港 一大堆都姓斯的 社头 彰化县社头像 一堆都姓肖的 因为我们的祖先 都一起来的 我们是同个家族 一起从中国大陆来的 你相信 全家族从中国大陆移民来台湾 哪有可能的事情 不要说以前不可能 现在不可能 整个家族移民到美国 我都没听过 对不对 我整个家族 过黑水沟来到台湾移民 乱讲话 都乱讲 这一本 我们留着不同学义 在林玛丽 他专门做学义基因 研究 他说林玛丽 他说 其实我们的协议 是贫朴族的协议 我们并不是留着 中国对面汉人的协议 基因可以 基因 历史课本可以乱写 协议里面的基因可以乱改 怎么改 随便改 今天改美国基因 明天改这本基因 可以改吗 不可以 我们都是这样子 从土翻 变 身翻 手翻 一直变过来 然后变汉化 最后任贼作夫 这个林玛丽 这个是 马接医院 医生 他现在还在 如果你有空去马接医院 你跟他说 我要抽血液 我要做基因研究 他会跟你抽 有些人都跟他抽血液过 来 他的理论基础在这 他说 为什么 怎么证明 怎么证明 我们是 我们不是汉人 我们是贫谱主 他说 因为 有一个基因 很奇怪 这个基因 妈妈身上有一个基因 会一带一带的往下传 会传给女儿 跟儿子 可是儿子 不会把妈妈的基因 再往下传 而是女儿 就是 母性的基因 是由母性一直往下传 我来看一下 你看 你看这 这爸爸 这妈妈 这框框代表男生 圈圈代表女生 你看看 看这边有 这女生有一个红色基因 这 这蓝色基因 生下来的小孩是红色基因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这一样我这红色基因 生下来有红色基因 再加个打叉叉 我不知道 然后这个你看 这红色跟这个配下要变这个 就紫色跟打叉叉 配下来是这个 你看这边也一样 配下来是紫色 土黄色 一度往下配 所以说 妈妈的基因 在女儿身上 可以一直找得到 可是这个男生不见得会往下传 男生的基因不见得会往下传 所以我们只要找妈妈的基因 一度往上找 你就找到了 这在什么 立腺体里面DNA 这一路找 那都是平埔族的人 那你历史怎么写 那都乱细 历史课本 历史课本是什么 执政当局 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教科书 听懂 历史老师跟我这样讲的 那本土台湾人怎么去找 那太好了 那我要认主归宗 我要找 我是不是真的本土台湾人 各位 如果 如果你是这个蓝色 你只要申请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 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好 那请问你的爸爸妈妈是谁 爸爸妈妈都是在 二次大战之后才出生的 那就往上再找 找你阿公阿嬷 比如说你看你这个妈妈 你外公外婆 有日本人 日本时代的台湾人 那就有日本 那个户举腾本 那这两个是日本人 生下小孩就日本人 所以这妈妈是日本人 这三个都是日本人 可是来看这个爸爸 这爸爸是二次大战才出生的 那往上找 你看爸爸 妈妈 那内公 内婆 给你阿公阿嬷 不具有日本 这是什么 流亡难民 老鹅 那这个阿嬷是日本人 就老阿 当难民来台湾 跟台湾人结婚 那这个就是中国人 那这个呢 这四个是本土台湾人 这是我们民政府要找的 第一个对象 好 那这个呢 台湾人叫中国人 这是混种 所以这个不是本土台湾人 那不是本土台湾人 剩下来这个不是本土台湾人 我们要的是纯种的本土台湾人 你的身份证就会写TW 如果你是这个 父亲这个身份的话 我们也给你身份证 但是那个 不一样 那个类别是不一样的 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本土台湾人 这四个啦 这个是什么 这风啊 这拌手啊 这个阿嬷嘛 对不对 这拌手啊 拌手啊 了解 如果你要去 请人家办身份证 不要写民国的 要写这些的 如果有写民国的 说民国25年的 说民国12年的 那一份是没有用的 但是中华民国来的时候 给人家重新抄一本 那个没有用 因为他要怎样 创改你的历史 台湾人的祖先啊 绝对是什么 很骄傲的 强悍的台湾 看到没有 我们不会跟敌人架跪的 来看一下 最后这两行 简大师 抗日失败 日本人刚进来台湾 台湾人也不适应 也在那里抵抗 有一个叫简大师的 也去参加抗日 失败 逃到中国去 福建 张州 结果被 满清政府出卖 那时候刚割烂 满清政府 把简大师送回台湾 满清政府跟简大师说 不好意思 台湾不是我们的 你们是日本人 请你滚开 就把他遣送回国 遣送回来台湾 出使 所以各位 中国人不会爱台湾人的 你放心好了 中国人绝对不会爱你台湾人的 台湾如果有事 中国人跑第一 这个就证据 唐景松 台湾民主国 对不对 不是割浪吗 台湾民主国马上成立 结果日本人一进来 他们都跑光光 不然让港 不然让港 我听过 典故从这边来的 跑了之后 你看 对 跑了之后 都跑回中国 跑回中国 不过啊 不过让港 对 就是 满清国的堂堂官员 化妆成老户的模样 逃离台湾 很像建设的 修罗啦 你修罗啦 对 然后逃官 我跟你说 那些 那些比较低沉的那些官兵 我告诉你 回头 回头 抢官府里面的 财库 然后顺便就开始烧杀毒 这个中国人 所以 真的很危险 台湾如果真的 东华民主国外 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哦 哦 嘿 嘿 嘿 乌 嗯 有 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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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国啊 最后一任啊 都在夹武战争割浪的时候啊 对啊 唐锦松啊 对啊 对啊 那时候是清朝 清朝 对啊 这 这刘永福哦 他是在台南啊 刘永福比较慢一点啊 当日本兵打到 快要到台南的时候啊 他也跟着阿波阿郎港 都跑光光啊 然后啊 更好笑的 更好笑的 中国人 天高皇帝元 连那个写给皇帝的信件 都可以造假 他想什么 刘永福在战争中化妆成老屋嘛 不知道人干嘛 抛弃士兵逃亡 而且还虚构 虚构 虚构说 他已经抓到华山之忌了 啊给他砍 给他斩头了啦 华山之忌啊 日本人啊 日本人在那时候啊 他说哦 我本来逃亡 我还把那个华山之忌 抓到我把他斩首了 真的哦 拜托你历史去办一办 华山之忌什么时候 被你刘永福砍了 我讲台湾之忌 对 也太硬了 来 台湾人绝对不是中国人 满清来台湾人都是工的 他们没有带眷属 为什么 怕你把台湾当成 反清富民的基地 郑成功会害到 他被郑成功的事件 很冷的吓到了 所以你就公的 母的 全家老小就放在中国当仁子 知道吗 所以三年后赶快回家 他说信事 台湾人时候去哪里 这 这条啊 这南京啊 南京四角啊 这条啊 有一支条啊 是中华民国 1949年挂了 日清假如战争签订马关条 清国皇帝将台湾跟澎湖群岛主权 永久割让给日本天 这对不对 这答案是 错的 郑成功 加上满清国 200多年 他没有 统治整个全台湾 只有六个海南团肯区 所以满清国 没有割让全台湾给日本国 你要知道 满清国只割让他的团肯区 给 日本国 那马关条 不是 那个 开罗先言 所以要把台湾还给 中国 请问怎么还 因为满清国只给人家三分之一 那你叫台湾还哪一部分给你们 你听懂意思吗 对啊 后来 全台湾是日本人 统一的 建构的 你这样 郑成功 只有台湾 只有这个 台南 所以郑成功 光复台湾 乱讲话 郑成功 光复台南 其实郑成功 光复台南 光复台湾都不对 请问什么叫光复 什么叫光复 曾经拥有 后来失去又得到 我问你 你郑成功什么时候曾经拥有过台湾 你就曾经就不拥有过台湾 为什么叫郑成功光复台湾 历史都乱写 满清国只有这一块 这一块 这是什么 这是紫色的 这是荷兰 这是西班牙 所以 满清国 从头到尾都没有曾经统过全台湾 所以 既然同样都没有 所以各位 甲虎战争 马关条约割让之后 台湾是满清国的殖民地 正确 然后殖民地 满清国殖民地台湾割让给日本 二次大战之后 台湾 打割让之后台湾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19 1945年 4月1号 变成日本国土 这也不是日本殖民地 来看一下 中国人也说台湾不是他的 中国人说台湾应该独立 请看孙伦有听过 1925年自己写的书 支持台湾独立 改一条小子都没办法 你们孙中山说台湾要独立 你们孙中山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 你们的胡适周恩来也说要协助台湾独立 1941年发表的 胡适1941年 美国 重庆大公报自己讲的 支持台湾独立 1941年1943年还在打仗 二次大战还在修台 在打仗 对呀 那台湾如果是你的 你应该要讲什么 台湾还我 台湾还我 对 台湾要回归祖国怀抱 怎么变成独立 就不是你们家的 当然叫人家独立 毛泽东 蒋介石 支持台湾独立 1936年 1938年 自己看 原来中国人都说台湾要独立 表示台湾就不是你的 为什么你们进来就说台湾是你们的 这边回归祖国 这边回归祖国 这边台湾关户节 诈骗诈骗 事实证明 毛泽东跟蒋介石 在每日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 对台湾都不敢有野心 你也知道他不是他的 对 怎么突然说 送了一块 台湾岛给我 太好了 赶快改掉历史 免得又丢掉了 关户台湾 这都乱来 然后毛泽东 毛泽东政变成功 踢走蒋介石 对不对 他说那 那我要继承蒋介石 你蒋介石拥有台湾 那我毛泽东拥有台湾 很危险 所以 台湾真正的问题 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在台湾 台湾最大乱源 中华民国在台湾 再看1949年 1949年 民国38年 对 34年叫关户节 34年关户节 35年关户节 36年关户节 37年关户节 38年关户节 喊那么多是关户节 你看香港大光报 盟军统上麦克拉斯表示 台湾现在还不是中国正式领土 你看台湾南京政府垮台 中共你不能进来 台湾人独立提交联合 不过那是还没签就去战合约 至少这告诉我们 台湾不是你中国的 你中国进来就喊 台湾关户节 喊了三四年了 来核中社台北 台北电讯 请蒋介石如果来台湾 逃避中共报复 或在台设立流行政务 你看流行政务 看到没有 他就是个非正式 属于中国领土 看到没有 民国三十八年 三十四年就进来讲台湾关户节 发几年了 喊了三四年台湾关户节 都在骗 你看 根本就不是他的东西 还要喊什么关户节 关户节 来看一下 这日本跟中国人 日本人跟中国人有什么差别 来看一下 1896年 195年 1896年 1895年 马关条银进来了 他日本 日本总督 给公文 台湾本岛 寺庙 公庙寺庙保存 要怎么保存 他说不能把它敲掉 都要把它留着 就是说 台湾岛上的原有的建筑物 公庙信仰 要留着 不能把台湾人敲掉 所以全台湾很多 满清国时代的什么 寺庙 一百多年 两百多年 因为日本人没有敲掉 来看这个 1955年 民国44年 中华民国来了 来写什么 关羽神社牌坊 开始要敲 日本人的建筑物 鸟居 献兽灯柱等等 日本人的遗物 对我文化 及民族有什么深刻影响 通通要拆掉 所以全台湾有多少 日本留下的建筑 都来说 都来说 所以你看 日本人进来 保存你的文化 荷兰人进来 西班牙人进来 都保持 保持 台湾人的语言 文化 就这奥狗 就像奥狗 中国人进来 消灭你的文化 你看 你看当中国人 星殿碧坛 这个鹿店 这昭和12年 中华民国来 我们改正民国25年 民国25年 中华民国来就 黑白鹿鹿鹿鹿鹿鹿 你看 造枝 我跟你说 哪一天 中华民国说 这个这个吊桥很危险 我们要重盖 全国都弄弄掉 哇 造了十年都没了 好 你知道 我偷盖 我把你整台弄弄掉 盖做新的桥 你都没有了 日本的话 日本仪器都没有了 黑了 造枝 造枝 像造枝 你讲一讲 讲没讲 怎么会造枝 中国人 那比较一下 知那 应该不要 应该不要讲中国 我应该讲知那 知那 知那不是在骂他 翻译字就是 去哪里知那 你看一下 这212年 中国来台湾做了什么事情 他只会来盖庙 收税金 这中国活不下去 又跑到台湾来 搞了两百多年 212 正成功 23年 再加上 中华民国流行政府 70年 到达 超过三百年 300年 把台湾搞成 这样子而已 你看日本人 来50年而已 日本人来50年而已 昨天 徐哥林老师 投影片 你就发现 50年 给台湾什么建设 50年 给台湾什么建设 你中国人 来300年 给台湾什么建设 我公的也要做日本人 想要做中国人 来 真的有关户节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结束 中华民国流行政府 违法变更台湾人民的国籍 英国大使馆抗议 美国也在抗议 说你怎么可以 给他乱改 和平 条件都还没签 你就可以开始乱改 这是你的公文 抗议 中国人没签 来 这一张 日本天皇 招书 1915年4月1号 正式台湾 变成 日本神圣国土 他要写 皇国教化普及 习俗童话 怎样 点点点 贡献良多 点点点 中华民国都不敢讲这个 所有一些外面一些爱台湾的 民进党 台联党 都以为 台湾还是日本殖民地 这个已经不是殖民地了 而且台湾人 也真的去参加一国议会 台湾人要选了五个人去 其中有一个叫林献堂 物丰 林家 林献堂 所以这顶尾行为你出生正名 这一张已经告诉你 你不是什么 资民地了 说不定你日本天皇在家 自己死了 来 报纸有写 报纸 总不会骗人吧 报纸有写 开始实施宪法 部队都死了 怎么是说造假 所以已经不是殖民地了 所以和平宪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日本放弃 日本放弃主权 台湾是无主地 乱讲 台湾 因为是日本殖民地 所以变成无主地 可以台湾独立乱讲 台湾绝对不是殖民地 但是 东华民国都跟你说 台湾是殖民地 你暗闪属实 实施宪法 所以就是神圣国土 那有人就抗议 那1887年 台湾不是建神吗 对 澎湖归在台南湖 然后官兵驻守 然后也开始实施大群立法 那所以台湾澎湖也是 清国神圣国土 比你们大日本帝国更早 所以 是中国神圣国土 人家要跟你说 你说不对 因为我们不想有全部的大群立法 你是在这儿挑战 而且他也没有建构 完整的台湾主权 所以他根本就 台湾根本就不是 中国的神圣国土 殖民地 破子地 知道吗 要了解 那本土台湾人主纖 从来没有在台湾建构 统一的国家主权 所以外来统治者下面 台湾就恢复无国旗 外来统治者下面 就南部 我们顶台没起来偷偷 那就变无国旗 对不对 对 对 为什么对 对不是他们真的有讲的 这美国法院判断了 美国法院判决 台湾人没有国旗 台湾人还在政治领域中 对不对 我们是没有日本国旗的日本人 因为旧新山合约 害我们跟日本脱离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日本人 但是目前是没有日本国旗 所以我们现在是无国旗状态 那我们怎么拿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没办法 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国旗 是全世界规定的 1948年 所以我们是很无奈的 然后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是很无奈的 国民身份证 不是公民身份证 我有一次去考试 考试要检查身份证 结果回来的时候 身份证都没有了 找几天没找到 找几天 没关系再重新申请一张 那时候满20岁的 我就去跟那个事工所说 我满20岁 我要换那个公民身份证 你要找一下 没啦 哪有公民身份证 大家都有公民身份证 你看看 不是满20岁是公民吗 中华民国不是这样教吗 为什么还拿公民身份证 这上一节课有讲了 就是被私人捂猎的大日本帝国 怎么调鬼 麦克拉社一般命令第一号 真的叫蒋介石来台湾 进行占领 可是不是只有蒋介石 还有很多 苏维埃 太平洋舰队 蒙国东南亚斯 很多 然后蒋介石被分配台湾 北越16度 还有什么 法蜀印度之那 法蜀印度之那 就是那 越南一边 就北越一边 你看 那第二点满洲 北越38度 满洲就是辽东半岛 山东半岛 苏维埃 你说 中国的辽东半岛 东北三省那是苏联 苏联占领 你看麦克拉社 权力多大 蒋介石是他的小弟而已 然后去年有一个记者 前年有一个记者 说他找到了 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了 找到一张蒋介石 给 陈宇的公文 叫陈宇来占领台湾 所以由那一张公文就看出来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 没有问题 而且记者哪里写 如果这样 这呢 苏联要赞你满洲国 你满洲国是苏联的 你满洲国是苏联的 你们的辽东半岛 苏联的 你满洲国是苏联的 乱说 那逻辑都不同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对等 那都暗截 所以我们都叫骗 来看一个中美共同的防御条 中美共同的防御条 中华民国 这是中华民国 跟美国1954年签订的 但是这个在 中美共同的防御条 就是说 要协防台湾的意思 可是在1979年 因为美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交 然后就通知中华民国 没效了 宗旨 宗旨怎么办 改签什么 台湾关系吧 所以现在 现在美国 跟中华民国 还有什么 合作关系 还有合作关系 所以 中华民国现在 合法的治理台湾 合法管理台湾 这真的很无奈 所以我们还要送他管制 所以我们还去缴税 这很无奈 那什么时候不用缴税 你把他赶走 不用缴税 中美共同的防御条 第六条 他说里面的第二条 跟第五条 所适用 规定上适用的 所谓的领土跟领域 中华民国是指 台湾跟澎湖 你说 中美共同的防御条 所谓的防御 是防御哪里 台湾跟澎湖 都台湾跟澎湖 美国跟中华民国 共同来防御台湾澎湖 那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 下架这个 但是没有将金门马祖 还有其他的 控制的这个大陆沿海岛屿 包含在内 是我们全部 中华民国不是拥有台盆金马 想要加达台湾澎湖 看懂吗 因为金门马祖 跟我美国无关 金门马祖跟我美国无关 金门马祖是你们中国人的 我美国是拥有这两块 台湾跟澎湖 没办法现在中华民国进来管 所以就一起管 不然中美共同外一条 为什么不包含金门马祖 这是做切割 你怎么做切割 你说中华民国跟台湾 真的是两回事 不要乱搞在一起 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 今天中华民国可以来 陈宇可以来 不是因为中华民国打胜仗 绝对不是中华民国打胜仗 是因为蒋介石元帅 你刚才看麦克拉斯的地下命令 是蒋介石元帅 你看这里 这里为什么不写中华民国 麦克拉斯为什么不写中华民国 为什么写蒋介石元帅 中华民国 如果台湾是你的 就直接写中华民国就好了 向中华民国投降就好了 想要写蒋介石 字里行间就很多逻辑存在 看我人就看我看不到就看不到 你怎么写中华民国 这就一个代表而已 这不是台湾关户节 这不是中华民国关户台湾 我写中华民国就好了 大家看得清楚 今天来这边干什么 让台湾清楚一点 谁在把握台湾 其实是美军在把握台湾 其实日本也在把握台湾 你们改都不知道 有中共对台发射三颗飞弹 马上就来了 横须好 独立号照出来 印度洋又派秘密之号 打飞弹 他马上把握台湾 打飞弹 只有中华民国在哈打完人 打飞弹 可以当总统 龙短白 其实真正占领台湾的是美国 但是美国他不出来 他找一个代理人 你看陈水扁2000年 当选总统 马上发表四部一门友 陈水扁当选总统不是发表 对不对 当选敢言 对不对 我那时候会很期待 我可不可以讲出一些比较特别的 竟然一开头说我要四部一门友 混你了 为什么要四部一门友 我还说四部一门友是美国跟他讲的 AIT跟他讲的 陈水扁 你等一下要讲这些 一 二 三 四 所以我们都接受美国的控制 都不知道 中华民国最怕美国而已 真的 我们上头刚才 我们上头刚才 所以中华民国 对台湾民政府无可奈何 他也恨得牙痒痒的 他就没办法 所以台湾要有未来 第一个先脱离中华民国 看这个 台本金马加入WTO 是美国协助的 用什么 独立分离关税领域 独立分离关税领域就告诉你了 台湾岛是个占领区 台湾岛不是某一 不是中华民国的国土 你都看不见 都看不见 现在看不见 我以前也看不见 都没人给我们教 我们怎么看不见 每日安保条 因为每日安保条 在这里 我们看这个就好了 时间有限 钓鱼台 我刚刚讲过嘛 你中华民国 你中华那边公公国 钓鱼台是你的 你怎么不要加美日中安保条 巴你钓鱼台 为什么钓鱼台 没有巴你中国 这就不是你的 你中华 你中华在说钓鱼台 安保条 最近有没有 集体自卫权 有没有 解除了 现在不是自卫队 现在变国军 日本国军 他要走向 要回归到大日本帝国 现在是小日本国 要回归到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只要站上来 台湾人才有出头天 中国攻击台湾等同 对美日宣战 所以你不用害怕 中国绝对不会打到台湾来 中国从来都没有一颗子弹 打到台湾岛来 顶多打到金门马祖 中华民国的二次大战 从来也没有因为哪一场战役 打赢日本关乎台湾 我讲错吗 没有 对不对 今天关乎台湾哪有 对你也没有打胜仗 台湾主权在美国手中 这三天都要讲这个 吴国籍 这美国法院判决 这不是我们 他们这种乱掰的 来问这个问题 通门国的ROC 是根据开罗宣言 波子产宣言 日华台北条 得以在日本台湾主权 治理台湾对吗 来马英九说这个 今年上个月7月7号 他们最喜欢7月7号 这边七七事变 这边对峙抗战 马英九说这个 根据开罗宣言 根据波子产宣言 根据台北主法 根据台湾关系法 所以台湾 中华民国拥有台湾主权 没有错误 那是错的 那现在改题目 那你没有拥有台湾主权 那你是因为 你是在 你是因为在日本 台湾驻军 那对不对 如果改题目 那他是根据这些 所以可以在台湾岛上 管理台湾人 请问对不对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还是不对 还是错 今天 中华民国可以在台湾 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天中华民国可以在台湾 跟这些关系 一点都没有 这些 是错的 那到底正确是什么 麦克哈瑟 对 对 委托来 不然他根本进不来 那些老百姓 那些军人 那些流氧难民 都是美军军舰再进来的 对不对 你自己都知道 说如何都关乎台湾 八十九 台湾和平 究竟他和平条23条 美军是占领国 然后分配占领 然后台湾关系法 没有这些 他根本进不来 所以他拿这些东西说 他拥有 中华民国拥有 台湾 都乱共 那现在来讲一下AIT AIT AIT 刚刚有讲过 三一姐有讲过 AIT现在重新再盖 在内湖重新盖一个 这东森新闻写的 2013年 好不 62亿 62亿 堪称全国最贵的美国大使馆 那结果呢 大使馆要原装进口工人 不给台湾人来盖 因为怕中华民国 在建筑物里面搞鬼 搞窃听 所有的工人 都美国立 一个大使馆 不是 AIT不是那个美 美国 在台湾的铸台协会吗 对不对 一个协会而已 半截护照 签证而已 为什么要 花62亿 如果是你 要花62亿 一定是有什么 其他的目的 那何止是大使馆 那根本就军事基地 现在这看不 来 比较一下 这AIT 这都 自己看 中国打来也不怕 全台湾最安全的地方 来 看一下 AIT内部 北京 美国在北京有个大使馆 要比较一下 6.5公顷 4.0 台湾岛竟然要6.5公顷 中国那样大地 只要4.4公顷 你看看 这个真的是大使馆吗 这不是大使馆 而且只装200人 这装1000人 装200人 AIT现在又裁员了 现在剩下40个人左右 44个人 6.5公顷 这是冲的 有没有看得出眉目出来 我以前的部署都 随便翻两下 有时候你看 这里面 自理行间都透露很多东西给你 你看不懂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只有什么 大使馆而已 自己军事基地 没人出到这里 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民政府的演变 他民政府真的是走得很辛苦 秘书长走得很辛苦 其他干部 其他成员都跟着走得很辛苦 因为 台湾这一条路 没有人教 秘书长也没有人教 他也没有老师教他 都是自己摸索 搜集资料 然后很高兴 美国单位 也试一下 给我们很多资料 所以我们好像虾子摸象 摸到大象的腿 台湾像 大象像柱子 摸到大象的尾巴 大象像一条蛇 其实都是错的 对 没办法 学习中 所以台湾民政府一开始走 不是很顺利 真的 很多理论也都在修正 所以那时候只研究出 我们是美国的属地 因为旧军山和平条 所以当时就认为 台湾人要申请美国护照 很多人 我当美国人好啊 涌进来 结果去告美国 美国法官说 我美国人没有拥有你台湾主权 我认你 你秘书长骗人 跑了 所以当时就很多人就跑掉了 说秘书长是诈骗的 他很无奈 我的资料就 就说 这个没有错啊 怎么知道美国变这个 结果是怎么 结果后来美国又偷偷给了两张照片 那两张照片 那两张照片 那一张二重桥 那日本皇宫 民主长他恍人打我 跟日本有关 再赶快去找一些日本资料 儿子大战一些日本资料 才找到那个 昭和宪法在台湾实施 才知道这不对 那不是殖民地 当初也都以为是殖民地 他说我们不是殖民地 我们已经是日本神圣国土 所以才变成说日俗美战 所以目前台湾的地位是日俗美战 那为什么搞台湾独立 因为他还以为 我们是殖民地 如果台湾是日本殖民地 那可以搞独立 今天就不是 所以不要再讲台湾独立的 因为这个不是在爱台湾 在害台湾 已经是人家的国土了 不是殖民地了 所以原来我们要这个 我们要 那这样子我们就跟什么 琉球群岛 沖琳达那一样的身份地位 那琉球群岛在当时是美国旅行证件 所以我们要改申请美国旅行证件 所以我们要的是这个旅行证件 所以目前我们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那我们都在修修改改 跌跌撞撞 所以有些时候不是 跟以前的东西不太一样 请你原谅他民政府 因为没有人教我们 我们也没有说法 我们是有一份资料 讲一份事实 讲一份证据 有一份证据 讲一份 做到哪里讲到哪里 会不一样 这不是诈骗 不要这样说 快要结束了 来 最后两个问题 来了三天了 应该对台湾地位 应该蛮了解的 这三天来的课程 请问一下 如果按照战争法 我们应该去要求 美国做到什么事情 如果按照万国公法 我们现在要找日本 要希望日本 要做到什么事情 今天台湾人 如果你还在明明乎乎 你还在认为 中华民国 拥有台湾主权 你还认为 中华民国管得好好的 台湾人还在睡觉 那么美国永远不会帮助台湾人 你就用家很乖 安定就好了 台湾人要恢复自己原本的面貌 只有靠台湾人 美国不会主动帮忙 中华民国更不可能 他聘你都来不及了 日俗美战 从日俗美战找答案 美国啊 台湾岛是你打下来的 你就要好好占领 不要找那个什么代理政府 所以请你进到占领的义务 大日本帝国 日本天皇 台湾岛已经不是你的殖民地了 台湾岛是你的神圣国土 至于你拥有你的真正的主权 你要你那个主权 主权的义务 你要做出你该有的义务 主权义务 占领义务跟主权义务 所以要求你们这两个国家 麻烦一下好不好 该走爱走 所以台湾人 如果要走出世界 走进这个世界 除了台湾人自己努力之外 一定要有这两个国家 我们也算是在搞革命 不流血革命 每一个国家搞革命 每一个地区搞革命 都是靠外国人帮忙的 你孙中山不是这样子吗 美国不是这样子吗 那台湾也不会例外 当然我们不是要搞独立 我们要搞恢复 台湾人应有的什么 国际地位 就是搞这两个国家 那台湾的未来 就是USMG 美国军事政府 就是你一定要公开 你不要咬咬咬咬 然后把这个ROC把他赶走 那协助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站起来之后 台湾民政府如果真正管理台湾 就变成台湾政府 那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正式执政 所以这个名还要留着 那台湾刚日蜀美战 是目前的台湾地位 那台湾未来的走向 目前是台湾日蜀美战 那未来呢 未来你有什么想法吗 未来大概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条路 台湾人自己治愈台湾 自己管自己 自治愈台湾 自己管自己 自己管自己 然后跟日本做什么 帮联 联邦 美国叫什么联邦 帮联 美国是什么 美国联邦政府 联合 联合政府 那帮联 帮联就是很多国家搞在一起 像大英帝国的帮联 澳洲 加拿大 英国 那叫帮联 都效忠 英国天皇 英国 女王 那叫帮联 很多国家搞在一起 美国不是很多国家 它是很多州搞在一起 叫联邦 联邦跟帮联 应该不太一样 那我们应该属于什么 将来我们就 可能台湾自己管自己 那就跟日本结合 就帮联 也可以叫联邦 对不对 这是日俗美战的下一步 当然也可以 最后可以这样 我不要 我要回归祖国 我要回归日本国 我们就 台湾岛就变成日本的一省 那也可以 不过应该是有生之年 大家应该是看不到 先管你自己吧 像那个琉球 你就回归日本了 琉球的 琉球不是国嘛 他不是邦联 联邦 联邦会去 对 那我们的走向 好像最后就是要跟日本搞在一起 最后是找到 当然要找日本 想要找中国了 对不对 然后中华民国要走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都是新闻 很多军事 很多军队都裁测掉了 这个最后一节课 那个张文燕 那个教授 他会在讲 你看这都取消 中华游党政委都取消 这都取消掉了 这军队都取消掉了 哪一个国家主动把自己的军队取消掉 没有那种事情嘛 可是中华民国为什么做了 这就不是国家啊 那当然要取消了 对不对 那你也看得出来 所以大家都看得出来 好啊 最后 这真的再三强调 中华民国真的亡国了 不要再相信它的存在 好不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